《江山法庭》 原的村庄的老百姓骑自己车到法庭就在走20多公里坑坑洼洼的途路 那个时候法庭条件特别艰苦 在法庭工作连对象都不好走 我们江山法庭现在比以前条件好太多了 不管是当事人到法庭来开庭 还是我们通过不联网进行庭审 都有信息化做支撑 比以前方便很多 来西市人民法院江山法庭 在来西市江山站领前村进行巡回审判 现在宣布开庭 江山法庭背靠着江山失地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 我们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除了以往的婚姻家事案件 现在越来越多的环境资源链案件 起诉了我们法庭 我们在来西湖派 这里是一会心态工作站 城里驻合掌办法官工作室 在江山失地等建立环境司法修复基地 将生态修复理念 融入祝前 祝中 祝后 我们法庭工作的转变 就是源于这十多年间 乡村巨大的变化 以前我们都是登的老百姓来办案 近年来我们转变了纠纷解决的理念 从座堂完案变成了上门巡诊 我们因此在绕领新村和舵部新村 设立了两个溯源治理工作站 法官和法官助理 每周都定期去开展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节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推动乡村振兴 增添了法制动能 由了这个事发劝引 我被省看到发表的点 建立娱乐包藏 比我们的工作可见更加顺利 2020年 我们和江山司法所联动 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 为220户村民 解决了土地流转就分 每一次的变化 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方便一些 变化或许还将继续 但是始终不变的 还是司法未明的心 一开始对工作 还是充满期待的 后来发现 我每天处理的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跟我理想当中 法官的差距太大了 一点成就感也没有 我们院里今年推行了导师制 让资深法官 对青年干警 一对一地进行帮教 通过传帮带 让他们更快地成长 后来跟着师父学得多了 见得多了 也慢慢理解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 当事人的不理解和抗拒 但是更多的时候 看到了村民的淳朴和善良 下头来洗了人一趟 已经好几个小时 现在呢 方便多了 发完这些都吃了 整个案子 一个人 一个到两个小时就有钱了 太方便我们了 不管遇到什么大事小情 一扫着个马 在里面一查 什么也都有 什么也都明白了 有的火的我更方便了 在那地方有没有开心 楼营借到地方 层属比较其中 鞋带不用见面了 玩了 把市场说了 更明白了 江山法庭虽小 但六十年来 在变与不变之中 走出一条基层的特色治理之路 让丰桥经验 绽放更耀眼的时代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